苗栗县有民众在头分室的一处工地拍到了群风乱舞的景象 上万只的蜜蜂在空中盘旋了长达一个多小时 蜂龙指出说目前正是花开采蜜的时间 可能因为今年花矿不好加上天气状况变差 蜜蜂为了抢蜜才会出现这种群聚的现象 数以万机的蜜蜂在灰暗的天空中飞舞 就像恐怖电影中的场景真实出现在眼前 目击这段惊人画面的联系男子联盟拍摄下来 他表示当时黑压压的蜂群在空中盘旋长达一个多小时 但附近既没有养蜂场也没有花园 让人感觉毛骨悚然 因为它蜜圆缺少了 就会太多的蜜蜂集中在那个地方 就会造成它们在抢 蜂龙指出其实蜜蜂为了采蜜 可以飞行长达四公里的距离 清明节前后正值采蜜的季节 可能今年花矿不好 加上这几天气候不稳定 蜜蜂为了抢蜜才会出现群聚的现象 而此时的蜜蜂是最凶恶的 千万不要招惹 连蜂龙都要全服武装才能够避免被遮伤 天气不好的时候蜜蜂最凶 就是外面蜜矿不好 然后我们又要采收它的蜜 蜂龙表示已经连续三年的花矿都不好 尤其是去年蜜蜂几乎采不到蜂蜜 甚至造成了它们部分族群死亡 连带导致蜂蜜的价格逐年上升 所以随着天候变化异常 让看天吃饭的蜂龙也较苦连天 姐张新杰苗栗报道